欢迎来到Like it for Mosa Tour 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 外国人的想法是什么 可以这样绕一圈过来 用他们的视角去思考 所以在很多文化 比较专有名词的介绍上面 我们会知道 怎么样用他们的文化去比拟 这样他们就听得懂 就是要一个有趣的体验 演戏是一个方式 或是一些我们很多话术 都是已经先设计好的 每个人可能都讲出一样的话术 可是当然每个人讲的风格 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然后再来是可以用他们 迎其身共鸣 所以都要想一些 让他们可以加深印象的方式 去认识台湾的历史跟文化 所以演戏会是一个我们 有时候拿出来使用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比如说 有把它应用在的地方 比如说是台北的228公园 当我们讲228事件的时候 让这些外国人 他们先用演戏的方式 把当初的那个情况演出来 把那个兴趣先拉起来之后 再跟他讲之后很长的 这些对台湾的影响啊 台湾的民主经历过 怎样的过程 这样把他的那个注意 可以一层一层堆叠起来 不仅如此 来去服务魔杀团队 更开创夏令营 培养学生用外语 将台湾介绍出去的能力 从学习导览的过程中 让自己以及外国人 对于我们的土地 有更深度的认知 跟大部分的一些英语营队 他们都是可能外国人 教你国外的文化 在我们做之前 没有人在做 教你用英文认识台湾的文化 其实我们就是 最大的特色就是 用英文去做介绍 所以这个一定会是 我们的营队的核心 所以这些小朋友 他们原则上 就是会在全英文的环境下 可能三天 可能四天的情况下 那会去从邻居认识 一座新的城市 那包含说 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任务 就是要在最后一天 实力的走上 这些城市的街头 去跟外国人 还有他们的家长 去做介绍 所以这部分会是 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但是我们也在 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到他们有一些 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观点 所以我们会不会有点 我们在这边 看到他在这边 没关系 我们在这边